截止到现在 一共和各位推荐了两款渲染器的预设 一个是CRT皇家版的标准版 还有一个是皇家版的TV版 这两个版本的预设 它的边都是直线 没有球面 需要手动调整 另外这两个预设的四个角 它都不是直角 都有一点的弯曲 这个看上去很舒服 下面再和各位介绍一个预设 国外比较流行热门的预设 也是CRT皇家预设的一个延伸 它不在这个目录 它是在从头来一遍 在CG里 然后进入CGP 而不是CRT 进入CGP 这个CGP里面 有一个叫CRT皇家 后面一个叫Kuruzumi 在国外有很多爱好者喜欢用这个预设 这个预设和刚才那两个预设 主要区别 我感觉是各行扫描线会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这款预设的亮度要低一些 我们注意看后面的背景 这是真正的平面直角正方形 它这个四个角是直角 而不是圆角 也没有球面变形 球面变形可以手动调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现在显示器的分辨率是1080P 用这个预设不是很舒服 可能用2K显示器或者4K显示器 再用这个预设可能会好一些 亮度会好一些 这也是从国外得来的经验 再换个预设对比一下 这是标准版 标准版给改一下球面 再换一下 再换一下那个TV版 TV版的屏幕有点脏 是这个最长的 然后再修改一下球面 其实标准版和这个版 加个球面都挺好 再看一下CGP的目录 这里面有很多已经改好的预设 这边的顿线 是什么 这边的顿线 这边的顿线 这个顿线 转发 几个顿线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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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很清晰 我们最后再对比一下国外比较热门的这款预设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